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开启直播事业。 由于最近杨子的行程里也开始有一些直播通告, 所以线下也开始有八卦,博主爆料称后续杨子会转型到直播领域去, 联想到杨子这段时间持续播剧不顺,眼下还真有一些黑粉被带了节奏, 各种讥讽杨子在影视圈混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主流眼光里明星总是比网红要更高一等的, 所以明星如果开始主页带货, 最大的可能就是TA已经没办法靠影视资源维持住自己的局面了, 而很显然,杨子虽然接连被压了一些剧, 但他的流量和人气仍在头部, 跟平台的关系也一直有稳定的维持, 所以他完全没必要把大好的年华耗在直播里, 毕竟他还是很有事业野心的, 后续肯定还是会在他自己擅长的影视领域发光发热。 不管怎么说,主流眼光里明星总是比网红要更高一等的, 所以明星如果开始主页带货, 最大的可能就是TA已经没办法靠影视资源维持住自己的局面了, 而很显然,杨子虽然接连被压了一些剧, 但他的流量和人气仍在头部, 跟平台的关系也一直有稳定的维持, 所以他完全没必要把大好的年华耗在直播里, 毕竟他还是很有事业野心的, 后续肯定还是会在他自己擅长的影视领域发光发热。 杨子,一个光看他哭的图片也能让我哭的小仙女。 先来一张美美的哭照, 特别喜欢杨子, 哭戏太有代入感了, 每次看到他哭的剧照, 我都忍不住流泪。 香蜜沉沉浸如霜, 我看了无数遍, 至今未出坑, 下载在平板里, 没事看一会。 每次看见这些剧照, 我就会跟着哭。 拍肉肉第二次死的时候花絮, 我都看哭了, 觉得他们两个演技好棒啊, 花絮都能把我看哭。 现在光看图片, 也把我看哭了, 女人是水做的, 一定是。 天机之白蛇传说, 下载在手机里, 主要是怕下架。 可爱的小白, 我还是喜欢小白和子轩时期, 不接受反驳。 不过后期有帅帅的痴情的展慌。 句号,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句号, 沾长沙, 黑黑胖胖的小猴子, 特别可爱, 没有那么深的滤镜, 感觉特别真实可爱,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也是看了无数遍。 欢乐颂我只看了第一部, 第二部没看, 好不好看啊, 各位亲们, 主要是一开头, 那油腻的小包总瞬间把我击退了。 句号, 就气聚了。 句号, 亲爱的热爱的, 可爱的粉色小仙女, 别人都说她里面的搭配丑, 我觉得挺美的啊, 我还挺喜欢的, 只要是我们养子小仙女穿的, 我都喜欢。 我的莫格力男孩, 我只看了一遍, 主要是她别的剧太好看了, 我没机会使劲刷这个。 最美表演, 我没看, 不敢看啊。 我怕我要哭死。 杨子你最棒。 希望杨子能多多拍戏, 快快上映, 我已经巨荒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